車子車子 現在可以走 現在可以走 趕快走 可以走喔 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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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沒車嗎 我們怎麼知道 怎麼是人家走出來 沒有車 我只要趕快走 哎呦...這邊有車... 走朋友 走朋友來啊 走朋友來 快點... 啊啊...去... 欸 不會看路啊 喔 紅天啊 快走啦 人家跟你麻啊 快走啦 麻痺 你是在衝水啦 你不是說我可以走 四處都轉車 要是跟你說快走 你就快走 麻痺 你氣死 告訴我一條燒蜜牙都沒去 我就找你勝利 你是在走 你是在走 讓我出來 哈哈哈哈哈 喔!是麻子的 出來! 去! 出來! 我在這裡 你那在說什麼 麻子,不是我這樣說你啦 你是會向支援啊會向支援 你如果遠路走就這麼 我那裡那裡有車就 wür MATT 嘿嘿嘿嘿嘿嘿 不過說真的喔 在我們這個台北七三公首三的地區 為什麼喔 我們的茫緣過馬路 其實是蠻難的 嗯...這說起來也是對啊 我們現在盲人在台北市要過這個馬路 跟我們沒留什麼指示的 說給他們聽到我走過去 對啊對啊 去到處都一樣啊 都沒路透過走啊 嗯... 欸...但是你有什麼 我不會把我支援 但是... 你怎麼有什麼 我們在那裡的雞騎迷要從什麼 我跟那雞騎迷 我還在裝蝦子 裝孝威 我這一次有一個任務 我要尋找一下 我們台灣的魔敵手 有一個魔敵手 我跟你說喔 在我們台北地區 有一個魔敵手很厲害 那厲害到什麼程度 那個世界名曲莫札特 有一個聲音 很好聽的我叫做魔敵 它也會香噴 我們台灣很多小調啊 什麼燒肉粽啊 樹桂窯啊 喔... 大家都會香 這樣喔 怎麼這麼厲害的人 厲害 嚴肌如醋啦 聽人家說 身屋老什麼那種疲痛 什麼那種疲憾 經過那些魔敵手一摸 馬上就會現出原型 比把脈還要準耶 只不過 要找他很難 他的眼睛看不見 來去神龍見熟不見尾 只有聽到那特殊的笛聲 才能找到他 他很厲害喔 呵呵呵 我沒有樣子很厲害 魔敵喔 呵呵呵 他當然也很厲害 他喔 什麼瓜綠的樣子 你怎麼這樣聽起來 他就那樣猛 酥酥 啊 為什麼 猛酥酥 全猛酥酥 摔在這裡 多好聽 讓你聽到猛酥酥 嗯 今天要來找這個摩敵手 那有這個警察我們來去問他 主動親切 長官好 長官 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標榜的是主動親切 所以來問我們長官那就對了 馬上來問馬上緊急就想了 長官我這次要來尋找的是 我們台北市有一個摩敵手 而且聽說他那個音樂非常好聽 會讓一般人聽起來像芒叔叔這樣子 不知道長官有沒有聽說過 有這麼一號人物 沒有 看來這位好心的警察不知道 摩敵手芒叔叔要從哪裡開始找起 只好再想辦法囉 嗯 這個警察不錯不錯不錯 什麼這麼不錯而已 他還真煙燈喔 對啊 喔 這個警察喔 可以告訴你 真的你如果問不可以去裡面問 嗯 這樣好 你知道我以前做到罰警 罰警很辛苦耶 電話 哈哈哈哈 嘿嘿 喂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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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什麼事情? 跟我們朋友說 我們要去找那個摩滴鎖 人鑽在北岸 你說你們 這是什麼人靠來的? 那是我麻糬的麻糬的 原來麻糬的也有麻糬的 知道說這個消息 說要找這個摩滴鎖 人鑽在北岸 不知道是這樣嗎? 對啊對啊 齁齁 我現在很穿的很穿的 很紅的很紅的 全世界人都知道 我現在把阿蘇的島嶺 全世界要走頭 所以我以前 有什麼好朋友 麻糬的麻糬的 都會家電話來告訴我 走! 我們去北岸 呼呼 欸 現在是要怎麼去 什麼 坐捷運喔 坐捷運比較不會開車的嗎 這樣也對 走喔 那麻糬的 麻糬的補來的名牌 不知道會準還是不準 好啦 就相信他一次好了 等到了北頭 就知道王叔叔在不在那裡 不過 要在這個水泥森林裡 尋找那從來沒聽過的笛音 好像有點困難 不管了 趕快去搭快速又便利的捷運喔 麻糬的怎麼不去 麻糬的 麻糬的 電腦輸了 電腦歐巴 我就不要出現喔 你就怕八字丟屁喔 喔 好大聲 頭好暈喔 嗚嗚 雲霄飛車 欸 麻糬 現在要問誰的人 嘿嘿嘿嘿 問問旁邊那個年輕人啊 嘿 年輕人 請問一下喔 你有沒有聽說過 台北有一個摩敵手喔 有沒有聽說過 沒有 你怎麼會坐在不愛座上面 你為什麼坐在不愛座上面 亂來 連你的腳也fy 有問題嗎 嘿嘿嘿嘿 馬雞 人家是一個年輕人啊 人家只是喜歡坐在那邊 現在 EV nhất車子這麼空啊 也沒有關係啊 不行啦 有功德心就有功德心啊 他那個樣子就知道他念大學 但是他怎麼會坐在不愛座上面 對 沒讀書 喂喂 不能這個樣子 嘿 年輕人 因為 你跟他一� 再講問一下喔 請問有沒有聽說過 有一個盲酥酥 然後呢他吹的鼻子很好聽 會讓人聽起來盲酥酥 年輕人真的沒有聽說過 發天保佑 這個騎得的摩敵手 學校老師應該沒有教過 那屆實在不應該怪年輕人不曉得 像我漸多士廣 也不曉得到底在哪裡啊 捷運果然很快 一下子就到了台北火車站了 要到北通在這裡換車 這下子要換車了 在後面迷糊 真的被我猜中了 看到頭頂上一堆令人意亂神秘的標誌 又是淡水又是龍山寺 又往左又往右 好像看到跳舞機上的箭頭 實在讓人手忙腳亂 不過也挺欣慰的 這是要到國外人身地不熟的地鐵站 才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現在只要花新台幣40元 就可以體驗和外國人一樣的繁忙交通 你不來我要過去囉 都是厲害的 小孩叫你走到那裡 哈囉 遠遠看就好了 還好沒把小孩子嚇出病來 不然找到盲叔叔 還要請他用摩底手 給他摸摸呼呼的 我在想 老天爺可能為了彌補盲叔叔 失明的缺憾 就給了他一雙 可以幫別人摸出病痛的摩底手 或許還會有更驚人的發現喔 希望趕快找到盲叔叔 讓一切真相大白 來 翔哥 你這樣眼睛不方便 自己也可以坐捷運喔 我也做得很習慣耶 天天坐 這樣子做得很習慣天天坐喔 對啊... 還好那天... 不過開始的時候 因為捷運公司的人員服務很好 然後開始也是幫我們帶來 這樣子 後來我們就想說不用再麻煩了 自己能夠走就不用太麻煩了 那要到哪一站下次 我就到下一站而已 WOW 這位市長朋友 如此自由自在地搭乘捷運 可以想像捷運公司 為他們設想周圈 看他跟正常人一樣 敏捷地上下車 這種感覺真好 再見... 你看我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小孩 你看 先問一下 你現在有禮貌什麼東西 你哪裡給人討厭他吧 那個就是一個盲叔叔 你也不要問問他盲叔叔 究竟知不知道那個盲叔叔在哪裡 你現在讓他跑掉了 你等一下怎麼辦呢 對喔 我怎麼沒有注意 我剛剛怎麼沒有問他呢 我真是個大笨蛋 哎呀 真可惜 錯過問消息的好機會 沒關係 北投已經到了 趕快下車去尋找吧 慢姐 咻 你叫我要做什麼 什麼叫你要做什麼 你帶我來這裡北投 你說 要去找那個叔叔 你拜託的 你來這裡問我要做什麼 我怎麼知道要去哪裡 我怎麼知道要去哪裡 你媽子的不跟你說要去哪裡 你做媽子的演員 你媽子的媽子的不跟你說要去哪裡 你拜託的 真正的 你現在我人海茫茫要去哪裡 你這次見頭孫大頭孫 你就向那個人這麼多的地方去這樣就好 向人這麼多的地方去 一家裡 菜池啊 菜池啊 菜池啊那人最多 你沒辦法去嗎 這樣喔 這樣好 我們去菜池找看看 來到北投的傳統市場 果然是熱鬧非凡 人來人往 可是又從哪裡開始問起呢 先進去觀音逛再說吧 好多人在排隊不知道在擺什麼 欸 媽姐 你知道他們在擺什麼嗎 誰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他們在演什麼 稍後問看看 欸 小姐 小姐 這麼多人 這邊 這邊 現在是在擺什麼 把蟻仔來算命 拐蟻仔來算命 這些歐巴桑小姐專注地等著算命 而算命師傅 不實體指著鞋底細細黏 使我又緊張又期待 到底 還要多久才會輪到我 好不容易輪到我的 現在該我問了 老闆聽說齁 你會算命齁 然後呢 我這次要找的是一個齁 在我們這附近呢 有一個呢 會用這個笛子齁 吹出美妙的音樂 會吹出莫札特 會吹出望春風 會吹出修巴的 有什麼 你不是在算命嗎 我爭小 我爭小 我怎麼有爭小的 你不是這樣爭小 我剛才說 不是說那個歐巴桑 那歐巴桑說 穿這個蟻仔來給你看 就可以算命 結果是那個歐巴桑爭的爭小的 誒 誒 你都在帶這個好坑的 我怎麼知道 這樣整條路都有一些人在爭小的 不然這樣 你不是在看名字問樓的 不是 學理威仔 學理威仔喔 好啊 真的 那些比較有剃棒啊 但是 學理威仔 從樓就知道 這些人的構成怎樣 對 沒問題 這樣喔 真的是這樣 沒有 你跟那個人 我拿一張給我看看 我就知道他怎麼走路 你聽到你在 放風吹 我怎麼知道 我當他拿到那個樓 我就知道他 他怎麼帶到哪裡 我就去找 再來問你 原來這位修學師傅 只要看一雙鞋子的使用狀況 就可以準確地說出主人的個性 可是 看他這麼年輕 我倒要試試看 他說的正不正確 他說 前面磨損比較多的人 個性比較急 做事情比較急 然後 後面磨得比較多的人 做事情會比較沉穩一點 從這個鞋子的這種感覺裡面 能不能看出我的血型 應該我猜 八九八六應該是歐型 歐型 恭喜你 答錯了 我的血型是B型的 他說我是歐型的 那能不能看出我的星座 星座的話 我回去問 我再回去問我阿嬤看看 原來這個張師傅所經營的是 祖傳事業 有個響亮的名字叫 三代休閒坊 他本身是第四代掌門人 遠從他的阿咒 從大陸帶來的休閒鐵腳 至今已有150年的歷史 而他原本是收入相當豐富的 飯店經理 為了照顧年邁的雙親 與傳承這一份家族技藝 毅然決然地決定回來 從事休閒的工作 現在這些鞋子都很熟 很方便賣 這樣現在幾乎是四洋工業 真的有這麼多人拿鞋子來修理 有啊 開始原來 因為一般來現在 你實在中道的陣營 你如果說來看 差不多都是白鞋子 白鞋子 開始我們做這麼久來講 所以我們是做四代 但是我們爸爸一代 爸爸得到老師傅新傳獎 什麼 你不相信嗎 他們爸爸竟然 收你配合 收你得到新傳獎 等一下 原來你看看 這就是從初內政部長 翻發的一個獎金 你對我們爸爸一樣肯定 當這份工作 他的使命變成神聖的 他的意義變成深遠的 他代表著整個家族的一種 非常重要的傳承的時候 得到新傳獎 那是被人肯定的 那我想他的後代子孫 也有這樣的使命 要不然怎麼會放棄一個 這麼高薪水 而且每天都在大飯店裡面 吹冷氣的工作 第二座 我會拿到第二座 但是你以前 還沒有到老師傅的那種 我會加油的 會加油的 太棒了 40歲的年輕人 接下來這一個 非常神聖的彈子 我想會更多人來感謝他 就像他講 新鞋子或許很多 新觀念或許來得很快 新的東西 但是他淘汰的也很快 但是實在的 你會穿的 你會用的 或許就是那幾雙 你覺得最愛的 把它做得更紮實 這樣子是比較實在的 三代休鞋房 或許只是不齊言的小店 但是在張師傅一家人的心目中 那是他們嚴綿束帶 成家裡也的根本 就像一雙修了又修的合腳好鞋 在別人眼中 或許沒什麼了不起 卻是陪著我們走遍天涯海角的記憶組